看一下第二小題 題目說有個正方體的邊長是10 這個A A的話是個正方體 然後邊長是10 重量是500克 那B的話是另外一個正方體 但是它是木頭 這是頭 這是木頭 然後邊長是5公分 然後重量是1000 好 第一個他說請問你 A跟B的這個接觸面的壓力是多少 這個部分 好 一樣 我先講一下 你在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第一次工作幹嘛 你知道嗎 先判別壓力的種類 到底是固體的 液體的還是氣體的 目前當然你只需要固體的 對不對 所以當然你寫誰 寫一個 就是P等於什麼 A分之N 好 那你回答我 AB裡面的接觸面積 接觸的那個面積是多少 它跟誰有關 它當然是跟B有關對不對 因為A有出出完 所以我們看B的部分 好 因為它邊長是5 所以它表面積多少 表面積 上面那個表面積應該是25吧 對不對 然後分支來請問你誰往下 是A還是B 還全部 當然只有A 因為對這個接觸面而言 往下力只有A的重量而已 所以應該是25分之500 所以答案就出來 答案就20 然後單位的就是 平方公分之客重 所以這個答案就25 那第二小問題要問是說 B跟地面接觸面的壓力多少 也是一樣 P等於A分之N 對不對 那 它的A是多少 A一樣還是下面這個部分 跟上面這個答案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一樣是25 但是重量呢 是不是1000 對不對 當然不對 為什麼 因為應該要1000加多少 500 全對 因為這往下力有辦法 A跟B的重量往下 這樣會啦 所以單數出來 答案就等於 60法 所以單數寫60 這樣會啦 好 OK 這邊把血量去